嗨,欢迎收看,旅游家友军,我叫马洪志,みなさん,こんにちは。 今天我们学习下关于是阿美亚横丘。 嗯,阿美亚横丘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那个视频上的一个街道。 阿美亚横丘是日本人一般是所写,所写说的是阿美横,阿美横,还有上的阿美横,或者阿美横商店街。 阿美横商店街,嗯,也都可以,一般大家都说阿美横,阿美横,嗯,然后正式的名称叫阿美横商店街人口街,嗯,阿美横商店街人口街,嗯,在上野,东京的那个上野站附近的一个,呃,商店街吧,嗯,五百到六百米左右的那个,呃,就是,呃,面子。 呃,不是名字,就是通路的,然后,然后,那个四百多的那个店都在里面,嗯,所以阿美亚横丘,嗯,那为什么他们叫阿美亚横丘? 这个是有,这个是有起源是不一定真实的,但是有两种比较可靠的那个是,就是,以前是世界大战结束之后,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,砂糖特别少了,砂糖特别小,然后,呃,在这里卖了好多好多糖,呃, 但日本有叫糖就是阿美,所以那边有阿美的,呃,就是卖糖的那个,呃,就是街道,所以阿美亚横丘,嗯,这样的一个易说的,嗯,不可能,不一定,这个是真实的,然后另一个是,因为美国的,呃,就是物质,嗯,美国军队的一个物质,卖的,卖的店也是很多在,在这里了,曾经,嗯, 嗯,之前是卖过美国军队的一个东西了,所以,呃,就是,阿美里加横丘,所以变成了阿美亚横丘的可能性也有,嗯,所以,反正,现在是这种,呃,传说嘛,然后就变成了阿美亚横丘,是有点长,所以,阿美亚横,阿美亚横,就可以了,对,这是一个日本的小小的历史,嗯,这次是叫,介绍阿美亚横丘的一个来源,那我们下次,我们再次学习一下, 关于是,阿美亚横丘,阿美亚横丘的一些事情,有些,这些商店有关的日本语,好,今天差不多就到这了,皆さん,お疲れ様でした。